好我们现在台湾正在国庆廉假 观众朋友胡就跟我们说他在假议 结果放假出门要吃东西 但是到处都在排队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也刚过完八天的廉假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国观察 也邀请到特派记者运文来到现场帮大家分析运文好 运文好 大家好 好运文我们知道说这一次他们刚过的八天廉假 其实是疫情之后的很长的一个假期嘛 然后加上中国大陆现在经济稍微比较疲软一点 所以大家都好奇说中国大陆他们的长假 到底会怎么玩哦 想要请教是不是他们虽然说我发现国内旅游有复苏 但是在国外的这个出国旅游好像还是比疫情前没有上升回来呢 对确实就称是一个出国旅游大幅减少的状况 以及他们爆买新闻已经不复存在的一个两大趋势 我们就来看到是他们刚刚结束这个 11黄金周加中秋长达8天的假期 那这个旅游的成绩也出炉哦 这个是他们官方所公布的数据指出 这个这个8天的黄金周当中呢 是实现了超过8亿人次 就是8.26亿人次出游 那平均每天有超过1亿人次在出游 就还蛮惊人的一个移动的这样数字 这个是比疫情之前呢成长的百分之有4.1之多 按那也实现他们的国内旅游的收入是超过了7500亿人民币 是比疫情前增加了1.5% 是创下了新的历史新高记录 但是这些通通都是挤爆在他们的国内旅游 这个出国旅游确实呢是复苏的蛮有限的 我们就来看到这边他们的入出境的这个8天当中呢 是只有1181.8万人次 那比官方原先预估的其实低了不少 那也只是疫情之前同期的时候的8成5而已 而且他们的所谓的出入境是指还涵盖了 他们大陆旅客呢去港澳地区这个特别行政区的 也都算是出入境的这样的数字 那我们就来看到是目前陆客在这8天当中 前两天赴香港玩的只有28万名陆客 这个呢只是香港旅客去大陆玩的一半而已 那为什么会这么少 就是因为现在人民币的大幅的贬值之下 其实在中国玩比在香港玩还要来的便宜 所以呢陆客们去香港也就变得比较少的状况了 那再看到是有日本的官方统计说呢 在日本的第一季的时候 陆客的购买的这样的行为也是有些变化了 他们的购买这化妆品香水的购买率 是大幅下降了47.2% 将近五成的跌幅 所以居然看到是彭博就指出说啊 其实他们的精品的奢侈品消费 已经从境外转回到境内 而且呢今年上半年 中国的出入境的外国旅客比疫情之前 可说是崩跌了83% 有个新的数据是说呢 根据港媒指出说 今年上半年这个中国的吸引到的外国旅客 是值低于呢 是完全低于了百分 低于了48万人次 是疫情之前的同期的只有5.6% 连一成都不到 是一个蛮大的落差 那为什么 就是因为现在呢 中国推出这个所谓的反间谍法 让大家让外国人觉得蛮恐惧的 是你的法律的界定很模糊 让人家心生恐惧之外 就是现在呢 中国的这个旅游签证也很麻烦 还有他们网络要爬墙 要翻墙的等等 不方便之下 所以呢在疫情之后 中国对外国客的吸引力 似乎是有在下降的趋势 是没错 我们以前看到国外像日本或者是欧洲 都有很多中国大陆人去精品店 扫了很多的精品 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 他们买精品的这个趋势 已经转回到 中国大陆自己的国内 相信疫情之后 其实很多国家的旅游习惯 都是有一些改变的 未来要怎么样回复到疫情水准 相信也是需要一点时间 好那我们来看到 这几天讨论度非常高的国际新闻 当然就是以巴之间的冲突 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 他们除了攻击以色列之外 其实还派了武装分子 强行的掳走了以色列的平民 在上个礼拜六 有一场音乐祭活动 那么就传出有华人混血的女大声 也被这个哈马斯的武装分子 强行从这个机车上强行带走 美国布林肯他也说了 其实还是可能有美国的公民 是被挟持的 CNN就分析 哈马斯把这些平民当作人质 接下来要怎么在反攻当中 保护人质的安全 恐怕就是以色列的难题 一大群人尖叫奔逃 以色列音乐节 遭到巴勒斯坦激进组织 哈马斯民兵闯入 现场有如大逃杀 接连枪响后有多人被挟持 其中一名就是这位25岁的女大叔诺亚 她被人募集 遭到哈马斯用机车载走 诺亚的母亲其实是华人 而且她还是在北京出生 目前以色列的华人圈 也发起对她的声援 据另外这位以色列父亲 上网看到妻子和两个女儿被抓 也在镜头前啃托哈马斯 赶快放检 不要伤害他们 不要伤害小孩 不要伤害女孩 如果你想我 我必须来 交集的以色列家属塞报警察局 他们还主动提供DNA 希望能进行比对 找回失联的亲诊 现在以色列军方被执意反应 太慢 就连仰赖以色列情报的美国 也有人被掳 现在流落加萨各地的以色列人 只恐怕都成了哈马斯 谈判的筹码 如果局势恶化 网哈马斯甚至可能杀害人群 该怎么在反击中营救 也成为以色列总理 纳坦雅胡的难题 TVB的新闻最后报道 好我们刚刚从新闻画面上 也看到了非常吓人的 这一个战争的画面 那么其实像威人雪也说 其实很多社群媒体上面 也都可以看到很多 第一手的直接的影片 当然现在以色列 也可以说是进入了战争状态 那我想要请教韵母 目前是不是也有大陆的留学生 是在以色列 目前现在那边的状况是如何 确实其实蛮多这样的 中国的在那边的学生 我们就来看到是 陆美去访他们当地的 这个中国的留学生 那这位呢 是一个在以色列念书的博士生 他是个女生 是个女性的博士生 他就提到说 其实通常过去啊 这个很多数的 这个火箭弹的攻击 都会被他们以色列的 这个铁穹 这个防空系统给拦截下来 但是这一次是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有这个附近的住家 住家附近的大楼呢 整个被袭击到被打到了 而且他手机的空袭警报呢 从这个10月7号开始呢 就响个不停 他感觉到完全是不一样的状况 那刚刚提到说这个铁穹系统 他蛮厉害的 是可以拦截这个5到70公里的 这个短程的火箭弹 但是这次为什么 这个铁穹好像没有发挥到一定的效用 造成这样大规模的攻击的死伤 那再看到是以色列是蛮特别的国家 他们其实可说是呢 在这个公共建筑屋 在民宅都会设个叫安全屋 类似于是这个避难系统的空间 那他提到是说呢 他们现在当地啊 其实也是说大概平均每个人 又可以在30秒之内 到这个避难所去避难这样的情形 那除了安全屋之外呢 警报的系统是完全全覆盖在整个以色列的 以及他们是个男女都要当兵的国家 所以他的室友就两名也被征召要去当兵了 因为在以色列呢只要年满18岁以上 不管男生女生你通通都是预备都要去服兵役的 他们的男生呢是要服兵役至少是两年半到三年 女生呢是至少两年的期时间 所以呢男女疾病状况之下 现在可能多数以色列人通通都要被征召去上前线打仗了 那我们再看到这一场可说是他们尾巴之间呢 近50年来最大规模的冲突 是在当地的这个周六的休息日所发生的阿克萨的风暴行动 所以也造成当地比较严重上千人的这样死伤情形 那目前在当地呢 这个已经关闭的是机场跟相关口岸陆路的一些交通了 是没错像刚刚运文也讲到说 以色列其实是有这个防空系统的飞弹 应该是可以拦截的 但是威廉雪也说平均拦截一枚飞弹 需要用到两枚的飞弹才能去拦截 所以当然了这也是可能这一次 他们没办法成功完全拦截的原因 那好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运文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帮我们敬请分析 谢谢运文 谢谢听你的大家 好那我们知道现在呢 以色列当地的状况 其实可以说是非常混乱 很多消息呢 目前也都是陆陆续续的在传出 当然很多国家现在也安排了撤侨班机 要把自己的人民借回国家 欧洲的塞尔维亚机场 这群旅客刚从以色列的第二大城 台拉回复 历节归来 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 CNN指出距离边境 加萨走廊30多公里 还是能听到许多爆炸声 因为以巴创突升级 多国取消往返以色列班机 在塔拉维夫机场 要离开得大牌长龙抢票 入境区则变得空空荡荡 还多了这项告示牌 下飞机之后呢 在显眼的位置 一路都能够看到 非常明显的避难所的标志 目前进驻以色列班机 几乎都是撤侨专机 像是这般保加利亚政府的专机 让许多离开的保加利亚国民 激动的开心回首 还有波兰派出C13栋运输机 前往以色列救回自己的国民 另外乌克兰总统 曾恩斯基表示 有两名乌国公民 在以色列被杀害 泰国也证实 目前至少12位泰国公民遇害 11人遭绑架 泰国政府呼吁释放百姓 谴责暴力 另外北京当局提到 中方立场是推进两国方案 让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以巴冲突 已经波及多国公民的生命安全 TVBS新闻人生陈永文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